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战争带给过波兰崇高的荣誉 但也因此为之带来过亡国之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战争让波兰人深刻地体会到和平与自由的来之不易 因此为了实现永久的和平 在勤劳和智慧的付出下 波兰人用了七十年的高速发展 在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 并以一个高度发达和开放的社会 赢得了来自世界的关注 2012年递出中欧的波兰 成为北京同仁堂中医药品牌 进驻欧洲的第一站 同年 北京同仁堂波兰全资子公司 在波兰首都华沙成立 开始了它在波兰展新的发展之路 本期祝梦中国 我们将继续北京同仁堂海外传奇的欧洲之旅 波兰 这里是波兰的首都 华沙 它也是波兰最大的城市 在公元1596年 波兰的首都开始迁往这里 在波兰语中 华沙又被念作华尔沙娃 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一对名叫华尔西和沙娃的恋人 屹立在华沙老城区的这座美人鱼雕像 既是这对恋人爱情的见证者 也是华沙的城市保护神 作为欧洲著名城市 华沙拥有高度发达的城市经济与贸易氛围 分布在华沙城中的许多二战历史遗迹 也为华沙吸引了众多世界游客的请来参观 2012年 北京同仁堂入住华沙 将这里定位为立足波兰变向欧洲的重要窗口 2013年 位于华沙南部的摩托特区的 北京同仁堂第一间门点开议 北京同仁堂的中医服务 开始成为华沙医药市场的一股新力量 我认为华沙医药市场的秩序 我认为华沙医药市场的秩序 也值得也使用于华沙医药市场的秩序 从华沙医药市场的秩序 目前为华沙医药市场的秩序 也有很多秩序的秩序 中靠ling升职尺的医药市场的秩序 您能注意到华沙医药市場的秩序 或沙医药市场的秩序 用来利润与北京同仁堂的秩序 我凶刘店的开业 开了北京同仁堂品牌 在华沙当地的发展支旅 也开始影响着华沙当地 中医药市场的整体水平 中医药在波兰的发展 起源于20世纪的60年代 与大多数海外国家一样 中医征求是带动中医药发展的主要因素 到八十年代 这种发展已经在波兰社会取得了长足进步 人们对中医疗法所带来的实惠有了更进一步的体会 如今中医征求疗法 已成为波兰社会日常诊疗的普遍选择 这是中医药文明在波兰发展的一次重要进步 然而即便如此 对于一门外来的诊疗手段来说 要想真正立足波兰 光耗民间的推动是不够的 它还需要来自波兰政府政策上的认可和支持 中医药在波兰目前还没有立法 中医还是补充和替代疗法 但是波兰有草药使用和针灸的传统 17世纪波兰人普密格就曾把中医药理论 从中国介绍到波兰和欧洲其他国家 波兰民间中医药组织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波兰中医药协会 另外一个是波兰针灸协会 我们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和他们开展一些合作 比如说我们在克拉克夫支持和赞助了波兰中医药大会 我们的中医大夫也是在波兰中医药协会有注册 我们还是想和各个组织保持沟通和合作 共同促进中医药在波兰的发展 相对于取得政府层面官方认可的漫长路程 来自当地社会民众对中医药的认可 则更有利于北京同仁堂在当地的发展 这种来自民间对中医药的好评 也进一步为北京同仁堂品牌文化 融入华沙当地的社会文化 呼叠了道路 华沙的居民他们对中医的印象非常好 他们对我们同仁堂的认同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疗效 因为我们中医的针灸和炒药 通过妄文问切辨证论治 把他们多年的疑难杂症治愈了 所以疗效是最重要的 他们对我们非常认同 我们的病人大部分都是经过我们治疗 治愈明显好转的 把家里的人亲戚朋友同事介绍来的 这间位于华沙市中心的门店 是2014年11月北京同仁堂在波兰开业的第二家门店 如今经过近三年的发展 这间门店已经成为当地居民就医问证中医的第一选择 这间的各家伙伴 他非常印象丰泽和棒的设置 开始从外面 我認識歷史,它開始在江西的皇帝。 在清朝的大秦。 這也是一個最古老的醫療公司在世界上。 你可以在這裡借助。 我認識很多中國、中國、 Tibet、唐人的醫療。 甚至印尼也也有很多。 他們都很好的。 我試過推廣了各種醫療, 傳統的醫療。 但我認為這家裏是一位最好的。 就是我能够在几千公里以外的华沙能够由我们国家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中医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有名的而且是传比较传统的 非常长的历史历史挺有久的这么一个同仁堂在这的话 我觉得是对我本身作为中国人来说我会觉得挺开心的 因为毕竟有些我们还是比较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嘛 有些有些不舒服啊什么的还是找我们自己的自己中国人的那个一生 作为传统的欧洲国家 西医文明在波兰的医疗市场中具有深厚的根基 中西医文化差异造成了两种文化很难融合 同时2011年欧洲传统植物药注册指令的生效 也在一定程度上更制约了中医药在欧洲的发展 而对于北京同仁堂来说 虽然在华沙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认可 然而仅仅是中医的融入并不能解决文化融入的问题 只有以医代药将中医特色诊疗优势 品牌中成样带入波兰社会 才能够根本解决中医文明融入的难题 目前我们在波兰同仁堂市 引进了两款同仁堂系内的产品 因为欧盟药监局和药的法律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这两款产品 主要是以保健品的形式 引进当地市场的 波兰的当地的消费者 对影片还是比较接受的 比较容易也比较快 因为波兰有在草药方面的使用史 在当地很早之前就已经产生了 所以说他们对草药的接受能力比较强 像我们目前主要的经营的方式 还是以销售草药为主 虽然经过努力 波兰同仁堂目前已经成功引进了两款产品 但是并不能有效解决门店中药产品稀少 中医药推广缓慢的问题 而来自政府与社会文化的制约 更是限制中医药文化在波兰全面发展 北京同仁堂走向海外过程中 所总结出来的以一代要的模式 也在进入波兰的发展中 面临着严峻挑战 在此情况下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同时摸索出新的发展思路 2014年 北京同仁堂养生中心海业 以养生带动中医文化的传播 成为北京同仁堂在华沙发展的新的契机 以养生中心的针灸 按摩 拔罐等诊疗服务 集合中草药饮片 健康食品 保健品销售 成为在当前背景下 北京同仁堂 立足波兰的重要方式 我们波兰的顾客 他们对中医很有兴趣 而且也在找高水平的和 专业的一种中医养生中心 在华沙这种的地方不多 那就他们来到这里 很快地喜欢上了我们的这边的环境和服务 三年多的时间里 这些养生中心不仅见证了 北京同仁堂在波兰的发展 也同样成为北京同仁堂波兰公司 创新疗法 私人定制疗法的实验门店 私人定制是按照顾客的需求 提供不同的养生方案 为顾客制定不同的养生条理服务 那么对当地的顾客来讲的话 他们会周期性地过来做一些对自身的保养 这样的话呢 也是非常符合波兰当地人的这种养生理念 非常受欢迎 所以我之前曾经过去中国 我真的很喜欢它 这里我经常工作 我经常工作在家或在公司 所以我坐着很多 中国的医药帮助我 让我的身体更活动和健康 创新的私人定制式疗法 既是一种中医因人而异的体现 也是一种积极适应波兰当地文化的一种尝试 在经过长期稳定的推出之后 这种治疗方式也慢慢受到当地社会的认可 许多抱着新奇与尝试心理的居民来到北京同仁堂的门店 在这种经历中也同时加深了他们对中医药的认识与体会 下一步我们还是会继续发挥中医药特色审疗优势 加大同仁堂品牌注册和推广力度 加强中医药文化推广 还是想让越来越多的波兰人收益于中医药 我们也会通过实实在在的疗效 通过我们优质的产品 通过口碑相传 不断提高同仁堂品牌和中医药文化 在波兰的知名度 波兰是北京同仁堂进入欧洲的第一站 它在对北京同仁堂进入欧洲 将中医药文明传播到欧洲 发挥了桥头堡的作用 虽然在经过三年多的发展历程中 中医药在当地的发展也面临重重限制 但是北京同仁堂波兰公司 通过各种有效创新性经营 努力融入当地文化 已经取得了当地民众的认可 通过时间的积累 在疗效与口碑的影响之下 北京同仁堂以及中医药文化 在波兰的传播和发展 将开始迈入一个新的时期 中医药文明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